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是 调理我们痔疮的问题 说话说,食人久治 像我们现在的饮食啊 第一,比较油腻 第二,甜食精细加工的食物也比较多 第三个呢,吃辛辣刺激的 导致很多人呢,会有便秘的现象 那你便秘时间长了 慢慢的就会干啥? 就会有痔疮 有的人内治,外治 对吧,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再加上熬夜 所以有以上这些坏习惯的 一定要调整好 它对你的痔疮康复是非常好的 我们不要等到你的痔疮严重了 去给它割一刀 然后很受罪,很痛苦的 相信有痔疮的人 尤其是在发热的时候 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那么呢,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这个视频 下面呢,我再教大家怎么样去做 做这个方法呢 你一定要坚持 我们可以找到你的屁股下方的 这个窝 重复这里 好,这个地方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手按的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痛 尤其是你痔疮严重的 或者发作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好,往下 做这个呢 大家说 呃,我们可能开始做 手够不着 怎么办 你可以稍微弯一下膝盖 基本上 是可以慢慢地去做到的 你弯膝盖的同时呢 身体稍微往前趴一下 往前趴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到 这两个位置了 这两个位置 我们怎么动呢 可以给它 用手 去拍打 拍打 有人说 老师我够不着怎么办 够不着可以一个手嘛 一个手稍微侧点身 两个脚分开 两个脚分开 与肩同宽 好,粘好了一个侧身 然后先给它拍 一侧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每天呢 做一百次 一定要把它通 你做完一百次以后呢 你感觉到你整个腿呢 都会很舒服的 可能你的这个位置 到你的屁股 一直到我们会阴 然后这个地方 都是苏呢 这我们才拍了一侧 两侧都要做 不能光做一侧啊 两侧 两侧都要做 看到吧 两侧 好 一 二 三 四 也是做一百次 如果说你能做 够着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两个同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两个同时呢 给它做一百次 拍打这个地方呢 对于调理我们 痔疮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大家有痔疮的 一定要认真地去做 把这里面给它拍通 每天呢 坚持做一百次 嗯 好不好 大家练了以后呢 认真地去体会 一般情况下 你能练个一周 到半个月 十五天的时间 就有很明显的感觉了 好 这些课呢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成运动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 点赞 评论 留言 谢谢 谢谢